為什麼人家可以從文化大革命的那種破爛 跟那種貧窮落後的時代 走到國際的幾乎是巔峰第二大經濟 所以美國想盡辦法要掐死 東華民族不能夠興起 尤其從這一次的事件 我真的是看得清清楚楚 美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現在所謂的中華文化復興在做的漢 我們這邊在去中國化 我們的下一代的未來在哪裡 我們忘記了我們的根 忘記了我們的本 為什麼這麼不爭氣 有很多人做到了立馬院也好 做到了後衛首長也好 做到了行政院長也好 越來越囂張 越來越不知道指示了什麼東西 看到這個局面 有說不出來的心裡的苦 有些事情又沒有辦法做 所以難免呢 在臉書上寫寫自己的感想 我跟大家講會不會罵 這叫1450出征 他一定是罵你的 包括這一次在北京辦的冬奧 冬奧活動 因為他們全台灣只請我這一位 所謂的政治人物去參加 代表台灣去參加 參加完冬奧 其實我們看到人家的進步 人家的團結 跟人家的一切忠祥的準備 你只能說非常非常的佩服 稱呼結舌 覺得很多地方值得我們感到殘備 我說我坐在那個衛兵席的台上 我心裡的感覺八個字 叫做母胃雜陳百感交集 為什麼當年 在當年 尤其各位從海外回來 定住在台灣 當年我們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時間過得很快 二三十年 往年砸個眼過去 可是為什麼 人家可以從文化大革命的 那種破爛 跟那種貧窮落後的時代 同樣的時間 人家今天走到國際的 幾乎是巔峰 第二大經濟 所以美國想盡辦法要掐死 中華民族不能夠興起 是美國人 絕對不容許亞洲或者任何國家 德國要起來把德國幹掉 日本要起來把日本幹掉 他覺得認為自己是第一大強國 尤其從這一次的事件 我真的是看清了 這個看得清清楚楚 美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如果我們今天 對於兩岸的關係看不清楚 對於台灣的處境看不清楚 對我們的未來看不清楚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就沒有未來 今天各位在座的 我們都是有相當的年齡的 好像年輕的不多 我其實非常替我們年紀帶憂心 所以今天我雖然是半退休 我還是講我該講的話 做我該做的事情 我一再地強調 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創造中華民國的政黨 在中華民國的一個建國的歷史上 有他非常傲人的 非常足以自豪 而且有他的一個理念中心思想的 可是為什麼到了今天 我們忘掉了我們的初心 忘掉了我們的根本 忘掉了我們的中心思想 忘掉了我們的核心價值 忘掉了我們應該為未來做些什麼事 應該為我們的國家 為我們的民族做些什麼事情 以前中華文化復興 我們說台灣是一個最了不起的地方 保留的最好的地方 我們在校大陸 文化大革命倒的一趟能力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現在所謂的中華文化復興在會安啊 我們這邊在去中國化呀 最好連中國字都沒有啦 國文都不要想考啊 昨天我還看待一個視頻 一個節目主持人 那個人才是現在民進黨公分區的委員 落選兩個字 可以講成幹選 這樣的一個國文程度 他今天可以做民進黨公分區的委員 今天我們還在想 要去中國化 還要去中華文化 還要去最好中國文字 我們的下一代的未來在哪裡 我們忘掉我們的根本 忘掉我們的本本 過幾天 下月書就是清靈節 當我們想到我們的先人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腦筋清楚明白清靈節 你到底清不清楚明不明白 你從何而來 到底明不明白的根在哪裡 各位在座的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大家都是多年人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不見得每個人叫得出名字 但是 這幾年來 我們大家在一起 為中國國民黨努力奮鬥 尤其到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看到 選舉的時候都應該拜托大 最難免大家心裡會有相當的失落感 會不會看 為什麼這麼不爭氣呢 今天面對這樣一個嚴峻的懷孕當中 我們要如何能夠迎得年輕人心啊 當然朱毅仁朱主席在這邊講話 我前兩天參加一個活動 我拍了江啟臣前主席的肩膀 我跟他說一句話 大家哄哄大叫 我說俗話說 得知我性 不得我命 我就看他在前方 我說得知規定你性 你不得規定你不好命 你看看旁邊那個姓朱的 他現在多怪異 那個所謂的得知 得了什麼 得到這個承擔一個責任 你得到這個位置 你要承擔你要責任 那個得其承重 尤其在現在這個時代 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方面安慰江啟臣 你現在一樣 你是中國姑娘最年輕的主席 你還在立法院 我們希望你也是互望初心 你要知道我們在幹什麼 你好好努力 朱主席很辛苦 我們想辦法鼓勵他 鼓勵他 讓他對自己的黨有信心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句話 如果每一個領導人 跟每一個黨的同志 忘掉自己的這個黨的初心 跟本質本意的話 那這個黨從上到下 是說沒有希望的 這是我心裡最大最大的感觸 我們不能倒忘掉 我們今天我們是神 我到大陸去 居然他們在講他們是孫中山先生的 遵度最忠實的實踐者 最忠誠的繼承者 是誰講三民族裏統一中國的 是我們的口號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共產總理 就今天對岸在說 他是孫中山先生的 最忠誠的繼承者 跟實踐者 今天去看大陸他的法子 我到過上海 孫中山先生 我們總理的目標 看到他的書房 看到他貼在房間上的內大片地 看到他畫 他的實驗計畫 他怎麼在畫 他這個鐵路要怎麼樣做 你看看人家現在的高體 呈現成怎麼樣 叫做基建謊 當年我們說要反攻大陸 目的是什麼統一中國 對不對 他就說要解放台灣 目的是什麼 統一中國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 中國統一的例子上 兩黨兩立 是同樣的目標 同樣的終極目標 所以今天讓我們講 中華民國憲法的終極目標 是統一的時候 我被罵你 我從東奧回來 告訴大家 人家的進步 我被罵你 我變成了內奸 各位 情和與談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所以我在這邊很誠實的拜託 我們各位在座的 所有的我們的歸喬朋友 當初 你們為了台灣是在土地上 為了真正追求民主 自由 人權 理決主義 三民族一個摩拜神 所以回到了 我們認為這個中國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地方 回到這個地方 我們有濃濃的理想 但是幾十年過去 我們都垂垂牢牢了 今天報告我個人在念他 這是垂垂牢牢 但是我們還是敬我們的余生 為我們自己的一個理想 國家的理想 我們該講的話還是要講 今天陳益勳委員在這邊 我非常喜歡他 他 不要說肚子裡有沒有過 絕對有過 出去念書念了那麼多 但是我也常常鼓勵他 不要忘掉 有很多人拿到了這個位置 做到了那個立法院也好 做到了共會首長也好 做到了行政便當也好 越來越的囂張 越來越不知道自己是個什麼東西 不知道 尤其看看今天的行政院長 我跟我們的 國民黨的委員們 這一次你就這樣 我說你胖大是流氓 你跟他講不出道理來了 你總比他更流氓 你要跟他講詩文 你要跟他講君子 你要跟他講李懿恥 或者李懿恥是黨國雲野 他連李懿恥都不要了 這要跟民黨人自己講的 我們的下一代 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孩子 洪遜真的非常難過 我每次想到這點 我就覺得我是多麼的英明睿智 是有道理的 我的英明睿智是因為我沒有結婚 沒生孩子 所以我不棒我不優勢 但是我跟這個自私啊 因為我自己沒有結婚 我不會像蔡英文啦 對不對 她跟我一樣沒有結婚 沒有孩子 既然你沒有結婚 沒有孩子 沒有家庭 你更應該為整個社會 整個國家的家庭和孩子 去為他們奮鬥 為他們努力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負擔嘛 所以你可以全力以赴啊 而不是搞成今天這個德行 所以陳奕迅她做了不分區 我一代跟她講她在台南 又上次到台南去 所以很遺憾 我雖然勇氣很佳 士氣也提升 但是很多很多的因素呢 還是打不過那個八千含稅的人 你們知道八千含稅是甚麼意思嗎 就知道啊 那個姓王的啊 明明立法院有宿舍可以住啊 他不住啊 他要去跟人家租房子啊 那個整個房子裡面 其實只有一個套房嘛 只有一套位於設備啊 他說他住在這另外的客房裡面啊 洗澡之後到人家的主臥室去洗啊 他說一個月是八千塊錢 我們都八千含稅啊 你就知道這個稅的意思是甚麼意思啦 所以居然 居然這樣的人 疑性啊 你既然你沒有辦法選台南市長 我是鼓勵他選台南市長 我認為他雖然是很好的委員 但是他的知名度還不夠 就是他創造全國區的知名度 我招呼他選台南市長 既然經過協調 有另外那位謝龍健出來 好 我希望他能一嘴打天下 他那個整個不會講話的啊 可是我希望陳雨晴好好守住 難怪就是我選舉那個東區 因為他的家鄉就在歸人 台南的歸人家 就在我去台南選舉地方 上次找不到人 所以我才下去 我說你好好的 我是那個四個月的準備時間 都還不到 我就下去了 我也是勇氣可嘉 我也是勇氣可嘉 這個勇氣可嘉 這個勇氣可嘉 你的老命 是你還有時間長喔 你若選不好好 我打你蛋打你美國 我抱歉 我不斷的在打到省場的施壓 只有很沉重的壓力 才能夠激發他的潛能 沒有壓力 沒有責任 就不能夠激發他的潛能 就給他壓力 給他責任 也給他無力 好不好 好 還有誰 練秀在哪裡 練秀 可愛的練秀 你站出來給我看看 練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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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了 我本來可以去講 我要可惜了 他居然會輸點那個 連墨房都搞不清楚 叫包家瑜 你有沒有看過 店上說他的房間是什麼樣的女 整頭都黃的 衣服略得像垃圾 像回收場一樣 這樣一個女孩子 然後還會被騙 蠢到這種地步 被那個叫做什麼書大 林秀 被那種痞子 可以騙到這種地步 他就輸給他 輸給這種 三個樣的差勁的人 他這次要學 可是 他有很多因子 他的壓力 他很擔心 他準備 臉還有心 其實他很居然 但你竟然還有回到 我們今天給他支持 好不好 能夠及時補充抗菌液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讓防疫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沒有問題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環保 如果你要購買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是有獨家的好看